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胡 最近呢有很多网友问我 什么样的环境比较适合养蜜蜂 如果是一般 要养比较多一点蜜蜂 我们要选一下环境 我们要选什么样的环境呢 一般 当然是要选那个花桌的 但是也不是说花桌就行 因为有些花它是没有蜜的蜜很少 我们最好选一些蜜比较多的花 比如说像那些荔枝花啊 萌养花啊 那样子的 第二点呢 我们就是要避免比较草的环境 像那些市区啊 或者是有工厂啊 什么东西的 那些很草的环境 那些蜜蜂是会跑的 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选的环境 一定要是比较清洁的 不要让那些有污染的地方 来做蜂长 那样也是不行的 那个蜜蜂就很容易的生病 我们要选一些有小溪的 那个小溪的比较清澈那些地方 还有呢 附近呢 最好不要有大河 因为有大河 蜜蜂去采蜜的时候 如果遇到大风呢 会把那些蜜蜂全部刮到那河里面 蜜蜂就会淹到了 还有那蜂蜂平时出去浇尾的时候呢 有时候刮风呢 也会被卷到那个大河里面 因为大河上面的风是比较大的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养蜜蜂的环境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三点 如果各位网友有什么其他的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有什么要补充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观看